每天拍这四个地方就能让你的心情变好 你感信吗 昨天去我表妹一家 她现在状态可好了 每天都乐呵呵的 半个月前我去看她可不是这样的 我表妹今年38了 两个月前呢刚省瓦尔胎 本来喜得大胖儿子是件高兴的事 但是她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动不动就跟她老公发脾气 然后把她老公搞得也挺郁闷的 她老公呢每天工作也挺忙的 就是回家还得照顾孩子 还得照顾这个表妹的情绪 身心都很累 哎呦她跟我说再这样下去都要崩溃了 正好前几天我刚学的这个拍巴虚 我就让表妹去试一下 我想着如果管用就正好 那如果不管用呢再去看看也不迟 于是呢表妹就坚持了半个月 还真的有惊喜 这个拍巴虚之前咱们也分享过 具体步骤也很简单 心上鞋湿沉于两肘 肝上有鞋沉于两叶 体上有鞋沉于两臂 肾上有鞋沉于两锅 这个至于用到的工具哈 你可以用这样的空心掌 直接这样拍也可以哈 但是我让表妹用的是这个香唇 用它拍打呢除了这个力度好掌握之外哈 它散发出来的这个香气也可以帮助调节情质 这个香唇呢可是有讲究的哈 它里面除了精选四种香料以外呢 还需要手工艺人用四个小时的时间精心编制 这样呢才能香味持久 那香唇呢才能紧实 敲打起来呢才能更舒服 那至于需要敲打多少项呢哈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 那敲打到微微的发热就可以了 那次数呢就是可以早晚各一次 想起来敲敲也行 我妹夫说哈 自从表妹知道了这个方法 她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没事就敲敲 这个胳膊肘哈 她都敲出瘀青了 不过好像还真挺管用的 现在她每天乐呵呵的 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生气了哈 孩子也能自己照顾了 我妹夫现在也轻松多了 这一家四口的小日子 过得也越来越甜蜜了